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听力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有五分钟的答题时间 把你们的答案填在答题卡上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听力的讲解 那如果你们想更多的提前预习的话 可以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找到听力的音频 还有下载相应的试卷 自己可以尝试做一遍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六级考试 HSK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 共五十题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十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六级听力是没有立题的啊 一 我们都希望快乐是孩子生活的底色 但永远快乐是不可能的 孩子需要经历困难挫折 才能成长为一个坚强独立的个体 过分乐观的思考方式 往往会麻痹孩子的意志 导致目标难以实现 联合国将2016年定为国际豆类年 豆类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有助于解决饥饿 营养不良等问题 此外 豆类作物还可以改善土壤状况 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好 第二题答案是豆 豆类的作物有利于农业发展 这里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永久冻土和冰层是病毒的天然保存箱 无论是完整的病毒粒子还是基因组 都能在其中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 通过研究保存在其中的远古病毒 科学家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究生命起源的奥秘 第三题他说了一堆 但是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话 所以答案是C 冰层可以保存远古的病毒 OK 这些是英文翻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阿明从超市买了三瓶果汁 回家的路上 他正好遇到了李阿姨和他的儿子小亮 于是 阿明拿了一瓶果汁递给小亮 李阿姨问儿子 哥哥给你果汁 你应该说什么 小亮看了看果汁 对阿明说 吸管呢 这一题有一点点humorous 他其实阿姨他是想要孩子 对哥哥说谢谢 但是小亮他就说错了 然后说了很实际的 五音桥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 桥梁侧装有126块方解石篮板 每块篮板的形状和大小都相同 如果你顺着篮板敲击 就会听到五种不同的响声 五音桥因此得名 他这里答案是选多 五音桥的篮板形状都相同 这里就是答案了 其实如果你听到这一个 肯定就会能选出来 不管做什么工作 会做永远是最低的标准 如何做得更好 更快才是核心目标 越是容易上手的工作 其更新速度和淘汰率就越高 所以在工作中 我们要多学习点技能 不断突破自我 所以答案是C 工作中要追求上进 这个上进呢 就是应该我们要多学习 OK Pursure the progress 夏季 高山地区空气中的冷水滴 常围绕着尘埃等物质冻结 形成一种白色的圆团形颗粒 气象专家称它为线 老百姓喜欢叫它迷雪 线虽然看上去很像雪 但其质地松脆 溢碎 并不属于雪的范畴 好 这个字念 线 线它不属于雪 不属于雪的范畴 最后一句都有答案的 所以第七题答案是A 8 研究表明 我们可以从物品摆放的方式 来探究一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会按照 自己的喜好布置环境 无论是精心摆放的照片 还是随意堆放的文件杂志 都会暴露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充分展现出他们的个性 也就是第八题会 在研究物品的摆放 会体现个性 personality OK 所以第八题答案是Dot 9 古代有身份的人 常穿宽幅大袖的衣服 袖子里缝有T形状的口袋 且开口方向与袖子相反 这样 钱财等物品放到里面 即使双手下锤也不会掉出来 两袖清风 就是指袖子里没有装钱财 常用来形容官员连结 那第九题答案是选C 两袖清风 OK 形容官员连结 就是官员连结 他就不贪污受贿 我们总是不经意地 把自己的问题无限放大 例如当我们出丑时 总以为会被周围的人嘲笑 其实别人或许当时注意到了 可事后马上就会忘记了 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自己那样关注你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过分关注自己的 食物 OK 不要过多的 Pay attention to your problems 十一 所以答案是很低 糖化 是汉族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 顾名思义 它是用糖做成的画 可供观赏也可实用 传说糖化是唐代大师人陈子昂发明的 他喜欢吃黄糖 经常将糖融化后 在桌子上绘成各种图案 一边赏玩 一边食用 所以第十一题 答案是C 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 OK 十二 红景天是一种生长在高寒 无污染地带的珍稀野生植物 由于生长环境恶劣 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此外 它还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药 食用后可缓解高原反应 带来的不适 亦有美容护肤的功效 第十二题 主要讲红景天可以缓解高原的反应 这里 这个就是答案了 高原的反应 刚才的观赏你可以当真是view 或者watch 在促使白米跑成绩提高的诸多因素中 力量的加大 占12% 爆发力的提高 占20% 而自我放松能力的改善 则占到了21% 那自我放松 占百分比这么高的话 这里 13题就主要是 C提高短跑成绩 要尽量 relax 放松 14 这是一本可以带你游历世界的书 你将透过顶级科考学者 记者 摄影师的视角 发现一个个妙不可言 甚至可能一生都无法造访的地球角落 放飞你的思绪 跟随这本地球角落 去发现新世界吧 答案是A 关于旅游 About Trouble OK 可以游历世界的书 那后面呢 基本上不用听了 15 渔业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较为广泛的一个行业 北斗系统终端不仅可以为船只导航 还能通过其特有的短报文通信技术 报告船只位置和随航人员的情况 据统计 目前中国有近十万艘舟船安装了该系统终端 这里 他说 渔业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较为广泛的一个行业 换而言之 就是北斗系统在渔业应用非常的广泛 他是换一种说法 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今天我们请到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建设者 民营企业家吕建中先生 吕先生您好 您好 据了解 大唐西市遗址是偶然被发现的 是吗 是的 当时这里正在施工 遗址是逐步被发现的 先发现了唐代的石桥 后来又发现了排水管道 十字街遗址 马路 随后出现了更多 这里最初的建设计划是什么 一开始市政府想建造一个旅游景点 由我们公司来开发 那时并没想到会有重大发现 后来经过专家研究 他们认为大唐西市遗址有三个唯一性 第一 它是唯一能反映圣唐文化和思路文化的遗址 第二 与大雁塔 华清池等 反映宗教文化和宫廷文化的遗址不同 它是唯一反映圣唐商业文化和市井文化 第三 它是唯一能以丝绸之路起点命名的遗址 发现遗址后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毕竟这和最初的计划不同了 我们的项目计划被全部推翻 工程也停了 经济损失很大 国家文物局明确指出 西市是随唐丝绸之路的起点 要纳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原先的项目不能做了 我们就转变了思路 首先设计了遗址保护方案 由我们企业进行勘探和保护 同时投资建设了博物馆 经过各方许可 我们将许多文物如 陶器 瓷器 钱币 石雕等 在这里展示 这样的投资回报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考验吧 对 但它是可持续性的 项目全部建成后 我们提供了三万个就业岗位 而且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责任保护文物 因为遗址一旦毁了 就再也无法补救了 后来您又在西市发起了彩绘思路文化交流活动 能简单谈谈这个活动吗 彩绘思路是大型跨国文化交流活动 该活动已持续一年多了 有近百位艺术家从这里出发 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 进行采缝和创作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 更好地宣传丝绸之路 把艺术和文化精品带到其他国家 16.大唐西市遗址中 最先被发现的是什么 答案是A石桥 我们来看一下 最先发现的石桥 17.市政府原先的建设计划是怎样的 那第17题呢 市政府它最先是想建一个旅游景点 所以第17题的答案是选Boy 好 第18题 第18题不包括A反映宫廷文化 那它的唯一性在这里 三个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有三个唯一性 所以 19 男的怎样看待投资建设博物馆 好 这个男的他认为具有什么呀 可持续性 所以19是选A Sustainable 20 关于彩绘思路活动 可以知道什么 彩绘思路的话 它有一点近似丝绸之路 OK 所以它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 更好宣传丝绸之路 把艺术和文化精品带到其他的国家 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这部电影是您的处女作 题材的选择一定很慎重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作品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小说 是因为它是这个作家的第一本小说 一个人在写第一本小说的时候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他可能还没有学会 用很华丽的文字 结构或许也经不起严密的推敲 但里面的真情实感 往往是最动人的 原著小说的时间起点是2000年 您把它处理成90年代中后期 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吗 我并不是要缅怀我自己的青春 我也没有把我个人的故事情感编入剧本 我希望通过一段爱情故事 来凸显整个时代的面貌 因为这个时代一旦过去 就永远不会存在 但是在电影里 它可以一直存在着 我在还原方面做得非常严格 我觉得以后看它也是个纪念 这部电影中的演员大多是新人 听说您在场下很随和 但在片场对他们很严厉 这是您现场指挥的一种策略吗 不是策略 我就是特别不喜欢别人工作的时候不认真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你能很好地完成一件事情 但你却没有好好地做准备 我就会非常严厉地指出来 这些演员比较年轻 也没有那么多的演戏经验 我对他们就比较严厉 您的毕业作品拍这样几千万的大制作 会不会很有压力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主要是时间问题 计划两个月杀青的电影 拍了四个月 我们去了好几个城市 光是一个地方转景 就要消耗三五天的时间 我一度以为这个片子会拍不完 您偏爱这部影片中哪段爱情故事 或者哪个角色 我的理想并不是想拍一个纯粹的青春爱情故事 而是想拍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我们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 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我们的性格爱情和未来 产生了什么影响 电影中有十个主要人物 他们各有各的精彩 都是这部电影旋律里的音符 只有拼凑在一起 才能奏出一首动人的歌 21 女的认为作家第一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哪 可贵之处 第二十一题答案是选动 有真情实感 真情实感 22 女的为什么把故事背景改为九十年代 二十二题答案是选boy boy是什么 还原时代面貌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还原时代面貌 23 女的觉得拍摄时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主要困难 23题选A 时间比较紧张 时间不够 OK The time limit 24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24题女的非常 24题是选C 第一次当导演 25 女的怎样评价影片中的角色 25题 25题答案是选道 各有精彩之处 他们各有各的精彩 在这里 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现在兴起一种新的城市概念 叫做海绵城市 对于这个表述该如何理解呢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弹性 城市就像海绵一样 下雨时吸水蓄水 干旱时将蓄存的水利用起来 海绵城市能解决城市内涝的窘况吗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中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偏向 遇到强降雨时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通过管道快速排出 而海绵城市突破以排为主的传统管理理念 以建筑道路绿地等为载体 通过多种生态技术 构建合理的城市雨水开发利用系统 海绵城市能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海绵城市建设有很多好处 第一补充了地下水的不足 第二净化了水质 第三还可以改善城市局部气候 那海绵城市能缓解雾霾吗 雾霾跟水土有关 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普遍性就是有害气体的排放 特殊性就是水土污染 因此治理雾霾、减排和堤标是分开的 地上和地下要结合 海绵城市的功夫主要是在地下 要一层一层减少净流水量 减轻净流污染 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建设海绵城市 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海绵体的规模和质量 城市海绵体既包括河、湖、池塘等水系 也包括绿地、花园、可渗透路面等 这样的城市配套设施 那么海绵城市该如何建设? 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纯地挖几条水沟 首先要做好宏观设计 因城因地而异 其次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建设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 最后在技术和方法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 应从法律体系、技术与产业体系 公众参与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然后再具体实施 26.海绵城市有何特点? 26题答案是选稻 它的特点是弹性应对自然灾害 非常有弹性 传统的雨水管理理念是什么? 27题答案是选稻 以排水为主 传统的是以排水为主 28.海绵城市有什么好处? 它的好处有三个 有三个啊 OK 好 29.关于海绵体可以知道什么? 28题是选dog 28题是选boy 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29题答案是选dog 30.根据对话 下列哪项正确? 30题答案是选boy 海绵城市是一个系统工厂 第三部分 第31到50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 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李淑彤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 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当时 一名叫刘志平的学生 在他的熏陶下爱上了音乐 常在琴房练习弹琴和作曲 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刘志平带着乐谱找到李淑彤 李淑彤看完乐谱后 告诉他 今晚八十三十五分 去音乐教室 我有话对你说 尽管当晚雪下得很大 刘志平仍提前赶到了教室 但教室门窗紧闭 他在门口等了很久 也不见李淑彤 路过的同学纷纷劝他回去 他都拒绝了 再坚持一会儿 快冻僵的刘志平 不断鼓励自己 突然 教室的灯亮了 李淑彤走出来 对他说 相约无误 我知道 你在外面等了很久 今日先回吧 次日 李淑彤再次约见刘志平 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乐谱 你很有潜力 但音乐创作 还需有坚强的意志 昨晚 我看到了你的坚持 此后 李淑彤对他照顾尤家 不仅为他介绍名师 还资助他留学 刘志平也不负众望 最终成为了一代音乐家 成功的路上 常需要贵人相助 而能打动贵人的 往往就是你的毅力和坚持 在音乐教室 所以31题选到 musical classroom 32 李淑彤认为 音乐创作需要什么 他认为 音乐创作需要坚强的意志 所以 第32题答案是 be strong view to create music 33 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第三十三题答案选 do 刘志平最后成了一个音乐家 ok 刘志平 刘志平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中国古典建筑中的月亮门 也叫月洞门 因其形状如同一轮满月而得名 古代的大型院落 一般由多个小院落组成 而院与院之间的通道 往往会有月亮门 另外 园林中也广泛采用月亮门 供人们观景与往来 带给人们新奇美妙的感受 月亮门不仅仅是一个通道 更是一处景观 在隔墙上 突然出现一个月亮门 人们便可看到另一边的景色 此时的月亮门 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 浑然天成 月亮门两侧的墙体 通常被刷成粉白色 并且在月亮门的边缘处 要做一个直径约十厘米宽的 圆形装饰边 再向上灰色边纹 而门的下边是平路 不设门槛 三十四 月亮门因为什么而得名 因为Full Moon OK 形状如同一轮满月 所以来有Full Moon 三十五 园林中的月亮门 有什么作用 三十五题答案是选 工人们观景于往来 这里有答案 文章原文有 不用推敲 三十六 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三十六题答案是 A Apple 它下路是平 下边是平路 不设门槛 也就是没有门槛 所以答案是A Apple 第37到39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近年来 有声图书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 网络使丰富的资源触手可得 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 就可随时进入阅读世界 我们不是不再阅读了 而是不再用传统的方式阅读 80后的小孙这样解释自己的听书兴趣 目前中国有200多家听书网站 近200款有声听书类手机软件 一些电子书阅读软件 也添加了听书功能 有声阅读用户 已突破1.3亿 与国外相比 中国的有声书产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 行业规范和标准极带统一 此外 优秀主播的培养 也是一大缺口 有声书并非简单地将文字读出来 而是融合背景音效 角色设定等因素 构成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可以说 一本书从文本变为高质量的音频产品 是项技术活 37 关于有声书下列哪项正确 它是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 a new way of reading 所以 37题是 C Cat 38 关于中国有声书市场 可以知道什么 38题是选 Boy 是处于起步阶段 OK 刚刚开始 这里 起步阶段 38题 39 中国有声书产业的一大缺口是什么 39题是 Doc 优秀主播的培养 OK 优秀主播的培养 我看一下 第40到43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39 是Doc 研究指出 跟自然醒的人相比 被闹铃吵醒的人 起床时的血压会更高 心率更快 因为闹铃是一种噪音 突然响起时 会引发身体的应激反应 使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 让人顿感压力 专家认为 闹铃或许能够保证你按时起床 但长此以往 它将给你带来巨大的压力 甚至导致失眠 高血压和精神压抑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 经常被闹钟吵醒 人的短期记忆 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科学家做过一次实验 分别以自然醒的人 宿醉的人 和被闹钟吵醒的人 为研究对象 让他们在起床后 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结果显示 自然醒的人 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而宿醉的人 和被闹钟吵醒的人 判断错误率更高 这个结果让人很意外 因为被闹钟吵醒后的状态 居然跟宿醉后的状态相似 这也再次证明 闹铃对大脑的危害 是非常大的 四十 关于闹铃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闹铃 是一种噪音 It's a noisy OK 所以三十九题答案是选 A 四十一 四十题选A 被闹铃吵醒后的人 跟哪类人状态一样 跟宿醉的人 状态是一样的 所以四十一题是boy 关于实验结果 可以知道什么 实验结果 四十二题 四十二题答案是A 令人意外 四十三 这段话主要介绍的是什么 它主要介绍闹钟对人的危害 OK The alarm bell is very harmful to the brain OK 非常 以四十四到四十七题 是根据下面一个话 对应聘者来说 面试时最可怕的问题 可能就是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或许下面的方法 可以帮你应对 首先 不要给面试官千篇一律的回答 比如 我最大的缺点是过于追求完美 工作太拼命等 即使这是真实的 也会给面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类答案 认为你其实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其次 要深入挖掘自己 找到自己真正的缺点 你可以通过回忆以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或领导对你的批评来寻找自己的缺点 虽然我们鼓励面试时要诚实 但那些明显会影响你得到这份工作的缺点 最好不要说 例如 要申请人力资源的职位 却说 不善于与人相处 要做销售 最好不要说过于内向 因此 对于自身缺点的提出 你要慎重选择 最后 一定要说 你为克服缺点所做的努力 这是你向面试官 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要让他们知道 你虽然有缺点 但你会主动改掉他们 这样一来 你为克服缺点所做的努力 就会被视作你的优点 四十四 千篇一律的回答 会给面试官留下什么印象 四十四题 答案是选动 他认为你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OK You actually avoiding the question 四十五 下列哪种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找到缺点 可以通过回忆以前 别人的批评 所以四十五题 答案是 C cat 四十六 如果想应聘人力资源职位 最好不要说自己有什么缺点 最好不要说自己不善于与人相处 OK 所以四十六题答案是 A apple 四十七 根据这段话 如何向面试官证明自己 要证明你 make many efforts to overcome your shortcomings OK 所以四十七 题答案是 谈为克服 第四十八到五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广州湛永村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田野灯光节 在上百亩的花田里 成千上万盏乌丝灯挂在竹枝上 从空中俯瞰 灯光连绵如海 闪若繁星 令人震撼 据当地人讲 这片花田属于湛永村集体所有 由村民分租种植鲜花 其中以菊花为主 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一片花田 春节花市上的各种菊花 基本上都来自这里 由于入秋后广州的日照时间缩短 自花苗上盆起 花农们就会利用电灯补光 来延迟花期 因此 每天日落时分 花田的灯就会亮起 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熄灭 花农们无意中打造的这片灯海 很快就在广州传开了 慢慢地就有了大量关海的人群 48 关于湛永村的花田 可以知道什么? 48题答案是boy 它是以种植菊花为主的 49 花农们怎样延迟花期? 它利用 Electric Light 50 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50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好 我们HSK 试卷1的听力讲解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真题 或者样板的题目 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的解释的话 可以登录这个网站 Patreon的网站 OK 去参详更多 去订阅 然后呢 大家如果在做这一套题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困难 也可以在底下给老师留言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档案看看大家是不是都catch到了 那个Patre OK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往上拉 我们这里还会附有那个中英文的版本 英文的版本 给到大家 这个我会放到那个Patreon的网址上面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 我们下载 好就这个网址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记得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啦 同学们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感谢观看